大家好 今個月的28號 我會在亂世中如河部署的視像研討會裏 和大家分析未來的國際形勢 和制定投資策略 到時見你們 Hello 大家好 來到4月21號晚的宏觀經濟節目時間 除了Apple之外 當然不少也有王冠一教授 王Sir 你好 是 大家好 還有Eugino 上陪 大家好 今天就要給點心機 聽完阿Sir和Eugino的分析 因為昨晚大家都沒有好睡覺 看著那個人 還好看過連續劇 大家好像 真的 平時連沒有看股市的朋友 昨天在Facebook上洗版 一系列這樣 都是說 負二負三負十負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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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這是科幻片 再加恐怖片 恐怖片 我覺得是 簡直是經歷 阿Sir 之前在節目裡也跟我們說過 這次發生的事情 是你都沒有經歷過 我們沒有經歷過 就是很正常 可能我們都 經不起風浪 我們很明顯 但是你經歷了這麼多風浪 看到這些情況 會不會都打過突 什麼原因底下 要油質到這樣 真的沒見過 就是看著那個 我們說看著那個機器 它是14、13、12 接著單位數字 9、8、7、6 然後1元 9號、8號 接著一個仙也有的 就是0.1元 1號 所以我在這裡說 我從2018、2019年開始 或者更子年 我在這裡再說近一點 這個世界只有你猜不到的事情 不會不發生的事情 是不是 就是你猜到 幾十年來 你都沒見過 那個拿著一個機器 看著它是負的 負的 負的1元、3元、5元 由兩點鐘 看到兩點半 那時候剛剛觸碰到0 兩點鐘 是跌到來 差不多不用錢了 那0便是0 0便收工 不是 它一直跌 3元、5元、7元、10元、11元 11元、13元、13元 13元停停 然後不停滑下去 滑到最後 37個多 37個多 負40元都見過 姚詩你有沒有看 昨晚你睡了 我也免得看 免得看 一個科幻片 加一個恐怖戰 很多人 今早已經問我 其實我昨天 大家看回 大家聽回網友 聽回我昨天晚上 在我的直播節目 現在星期一 10點 主要都是我去做 今天 這些問題 多到 都答不完 幾乎 我在這裏講了 有 為何會這樣 我現在再講一次 就是 為何這個有會跌下來 第一 就是 首先 大家有看《一語道破》 先看前瞻 前瞻說 1929年 是一個大蕭條 是一個大蕭條 2008、2009年 是一個大衰退 就是大衰退 2020年 是一個大煞停 2019年 是一個經濟下陷的問題 2008、2009年 是一個金融海嘯 即是我們所謂的 信貸危機 即是信貸危機 這一次是經濟家 信貸危機 信貸危機 你以為 搞定了 其實還沒有 因為鎖下陷了 沒有就停了 好了 變成一些人會知道 死了這些事 所謂聯儲局 所有的央行 全部都是印銀子 無限QE 減息 希望可以把痛苦 或者違約的機會 政府推出了很多措施 包括香港也是 中小企 不知道拿多少億出來 低息貸款 希望你不要違約 因為一停了 你沒有收入的時候 你被迫著違約 你一違約 一壞帳 你的銀行都死了 所以 這已經是一個金融危機 但還有一個經濟危機 就是一鎖下陷 全部都死了 如果這樣 那些飛機又停飛 汽車又沒有人出街 你知道美國人 駕車 每個人都有兩三架車 那你飛機又停飛 你想想 做一個統計 所有美國的飛機 有95%是沒有飛 那你怎麼搞那些油 好了 那些油就到期了 昨天 其實今天到期 但昨天你一定要平倉 今天誰跟你平 每個人都在這裏 第二就是 你裝油的那些地方 包括你 我昨天也有說 那些UCL 即是超大的輪船 它們可以裝 一格的輪船可以裝 200萬桶到400萬桶 有些超大的可以裝400萬桶 有些大的 那些油輪 都可以裝200萬桶 那些已經滿了 拍到整個海 都一樣 你說要掘個坑出來 去做石油儲備 怎麼掘得切呢 對吧 那你這個油 又不可以不泵 你不要禁止它 對不對 一定要泵 賣給你 昨天我都說了 你不要以為油 去到十幾元是很低的 因為現貨油 真的有實際上 三元一桶 就是你拿走 這樣 找車來車走 三元一桶 那如果是這樣 你一定堆下來 堆下來 你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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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下來 你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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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就是從表象去看的東西 就是從貿易去看的東西 如果你作為一個貿易人去看的東西 就是作為你一個 就是我們是貿易人出身 我們是一個交易員出身 作為貿易人去看的東西 你還看得更加恐怖 恐怖片 那些頭徹 一頂就弄壞你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五月和六月 你可以看到 已經奇怪了 為什麼六月是二十多元 五月是二十元呢 如果五月十五元的時候 六月還是二十多元呢 其實你一邊轉倉 那些大戶 那些莊 一直都不接你的貨 那你一轉倉 最少放下五、十元 對不對 好了 五月轉六月 如果我是要拿的 拿得 你賣了五月 十五元賣給我 二十五元賣六月 我買七月可以 可以 二十八 九月都可以 三十 你看回 是不是 越遠期越貴 那你以為我拿遠一點 是不是 拿遠一點 放下十五元 根本就是輸定的 你根本就是輸定的 如果作為一個投資者 你斬 譬如你二十元 當你二十元拿了 二十元 每個人都說很便宜 二十元 我跟姚卓上個禮拜 也說二十元都很便宜 不過你放六毫子賣 我們叫六毫子賣 十九個四好走 你不肯走二十元 如果你不肯 你不肯斬 掉了十五 你一日就斬五元 你一日就斬五元 一日你就去滾過去 你滾你拿 你滾過去六月 你滾過去六月 你二十五元 又是輸五元 好了 跌到十元 你不肯斬 你滾去六月 你又要輸 總之你斬又輸 你滾又輸 總之你攻我贏字 你輸 總之就是輸 就是我是裝 搞到你這幫人 這一局 我們叫做有的遺息 殺了 好有又死 淡有又死 好有又死 還有一件事 那些 ETF 突然間殺炸ETF 出來 美國USO 香港那些 不知道幾多顆星的 三字頭那些 嗯 每個人都死 每個人都以為有抵賣就買 你知不知道 這顆星 它開頭發行 3月9日發行的時候 850萬股 到昨天至昨天 到昨日為止 十億股 你說有多少人死 在裡面 好了不要緊 這個 它的 法定是 總之你一到期前五天 你就要慢慢慢慢去 去轉倉 我當你到期前五天 慢慢轉去倉 你都輸 5月7月才會提 因為那時候是在做27元 現貨在做20元 你就轉了就輸了 你放下7元才說 你今天去轉倉你還死 是零轉20多 放下20多元才說 轉完再輸幾元 所以我昨天就說 你信不信 昨天我說你信不信 你轉完倉之後到6月 再做多你一鑊 在20多元扔回來是零 真的又來了 真的又來了 所以 一定不會讓你走掉的 我告訴你 一定會追殺你 昨天為什麼會由零變成負一負三負五負十負三十負四十呢 喂大哥 第一我是裝的 我是no bid 我在這裡說了很多次 當市場是no bid 即是沒有買家的時候 我們做trader的時候 我們說bit and offer 我們說bit是買 offer就是沽 沽出買入 那no bid的時候 什麼價都折來 10元我又折 20元我又折 我要斬頭 大哥 那你為什麼20元又折 10元又折 那你不要輸多些 你不斬頭 我幫你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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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不知什麼價格 所以斬頭就想不到人家收市 40元都是真的 可能那一刻就是莊自己做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昨天已經說了 有十萬張還沒轉錯 你怎麼能沽得切呢 那如果我是裝 我是都不接 我不接 你轉六月 你又死 也是輸的 那唯有 一路斬一路斬 我就一路 去到臨尾 我就越折越低 越折越低 這樣就好 有些人還說 哦 折到下去 如果零下面 當你30元 是不是我 我估一張 你有30元給我 你又想 你以為 你以為 你以為他入油 不用錢 然後送叉燒飯 當然不是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 Dollar-Swiss 就是瑞士和歐元掛勾的時候 突然間瑞士說不掛勾 一抽出來 一會兒已經有 那些commission house 倒閉 因為你那些 你保不設倉 而且你沽不到 你沽瑞士沽不到 因為每個人是買瑞士沽勾元 那你沽不到 知道嗎 沽不到就什麼價錢都放下去 一放下去就那個價錢是你的 嗯 知道嗎 那個價錢我當一對一 我一放下去0.8 你輸了20滴 所以你的油就是 你沽不到就我幫你沽 你沽不到就我幫你沽 因為寶媽子也幫你沽 沒有了 有些人說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就沽了 我沽就沽了 我和你沽了 那你以為 你以為 0就是0 我把媽子放在這裡 我輸了就算了 你以為 嗯 嗯 我給你沽30元 我去沽30元 我去沽30元 你20元買那張油 你就不見到50元 我最硬的 還有你很多時候 你不會說 擺 譬如一張油是 5萬元 你就擺50元 通常你擺15萬 或者多少 做一張油 這樣 那你一放下去 你裡面的貨物就沒有了 對 還有 你說我不砍就不行 就不砍 因為這些 遊戲規則是 你是一個 身體製造 很多人都是用來炒 那怎麼會是身體製造 好吧 你以為是身體製造 你拿貨物 一張合約就有1,000桶 你買10張合約 你不必找一個地方 來裝1,000桶 送一桶給要煎 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為什麼 煮飯 我昨天做節目 已經說了 有一個 新加坡 有一個Hedge Fund 他是做三倍槓桿的 一天就輸了 因為一天跌40% 你三倍槓桿 你是三十幾個巴仙的錢 一跌40%就輸了 所以昨天什麼都輸了 什麼都輸了 所以那些人不知道為什麼會負 我幫你斬就負 當年瑞士法郎 跟歐元掛歐的時候 瑞士法郎 央行說不頂 一退出來 那一刻斬到 斬到 血流成河 那些人輸到 就是走路 有些走路也跳樓 commission house 都輸了 commission house 都要倒閉 或者賣盤 因為那些孖子都沒有了 因為孖子是整個公司來計算的 不是只計算你的 是嗎 我問了 瑞士法郎就知道了 是嗎 那你是不是 commission house 都死了 整個 做期貨經紀都死了 是死了 所以那些人很過癮 做期貨 所以我在這時下跟大家說 做什麼都好 你真的要止虧 我們叫你買也好 叫你沽也好 我們一定告訴你 記得要止虧 或者給你一個位置 你也要止虧 輸六毫子你不輸 你輸六十塊 是不是 你二十塊買 四十塊被人斬頭 就輸六十塊 六毫子你不輸 就輸六十塊 真的命都沒有 還有 我不是分析 我們不是說 是against什麼 你買ETF ETF 一輸又不見六七元 一輸又不見六七元 你一輸 那輸上去六七元 你要幾個六七元 才回去家鄉